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旧像做个祸头军 斗到石春的头顶 却原来想得天真 想得天真 你疯了火衰 你抹了黄纹 谁叫你把一根 一根烧火棍 耍了个八面威风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洗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清而火热 你心而清明 都说你把一根烧火棍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清而火热 你心而清明 都说你把个女孩加 活了个万子千红 庞妃娘娘 你的小孩也在我手上 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小孩着想吗 我要是报复起来 那可是 杨派风 谁不知道你从来不伤孩子 这一点我倒是很信任你 再说了 没有太子 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怎么保住我孩子的命呢 我告诉你 我没有耐心在等了 你们都给我让开 让开 好好好 我们让开 我们让开 都往后退 让开 快点 再不让开 我就把他给杀了 快 后退 快 后退 快点 往后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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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吧 请 老太君 我们来了 你们来了 这是 这不是你让我们换上朝服吗 我们不听你的听谁的呀 快请坐请坐请坐 好 走 风肠 老太君啊 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 把我们两个叫来商量啊 也没什么大事 我们的孩子在外 浴血奋战建功立业 我们老太婆在家没事 我就找你们来坐坐 那你找我们来 就没一点别的事嘛 不过你们放心 这批孩子 在排风的带领下出去办点事 估计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排风要是回不来 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把你们两个请来商量商量 我们三个老太婆得上朝和皇上说道说道 老太君哪 不就是谁给羊排风当丈夫 谁当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事吗 这个我们老焦家都不要了 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们家二牛啊找了个天下无双的姑娘 那个小巧啊 那个玲珑啊 她呀说了只要一成亲呢 她就到宋子娘娘那里 给我偷上个十个八个曾孙子来 我已经知足了 要说天下兵马大元帅嘛 就让给小孟家吧 他们家也挺不容易的 不不不不 老太君哪实不相瞒 我们家小孟啊 根本不想当那个兵马大元帅 他跟我说呀 他不想上早朝啊 这个排风嘛 也确实是千里挑衣的好姑娘 这都是老太君你调教的好 是啊 可是啊 现在老天爷又送给我们家小孟 一个万里挑衣的好姑娘 那皮肤啊是白白的 那眼睛啊是大大的 那嘴唇是红红的 那学问是高高的 那武功是强强的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不过我还没见过呢 我只听我们家小宝说说 你说呀 这么好的机会给了我们家小宝 是推都推不掉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恭喜二位了 同喜同喜 同喜 老太君啊 要说这事啊 那皇上那里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对对对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孩子们的事啊 由孩子们说了算 兵马大元帅的事啊 得由皇上说了算 老太君啊 那什么事 由我们三个老太婆说了算呢 孩子们的性命 得由我们老太婆说了算呢 皇上说了 要是排风找不到太子 那么就拿排风的头去见皇上 如果是排风这样了 那么二牛和小宝也就没什么好下场了 老太君说得对 凭什么皇上一个人说了算啊 我看啊 这是不是皇上顺口说说 是气头上的话啊 也可能是 皇上气头上说的话 我想皇上不至于沙排风吧 二牛和小宝 皇上也不是故意要治他罪吧 可能呢 这都是一生气说的气话 但是皇上是什么人呢 毕竟是皇上他说话是要兑现的 再加上皇后又不给他出什么好主意 这样的话 最后还不得照着皇上的话说了算吗 皇后也真是不可理喻 排风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真是的 嫉妒 绝对的嫉妒 在这一点上啊 皇后和庞飞啊没什么两样 庞飞嫉妒了想夺江山 皇后嫉妒了想要一条人命 那不是小事一桩吗 皇后啊以为排风想嫁给皇上当妃子 她也太小看排风了 她这是以小人之心赌君子之父 反正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再加上国舅又从中作梗 所以我把你们二位老太太请来 咱们要上朝去找皇上去平睡平睡 可是我担心皇上会一意孤行呢 是啊 说不定他会找个机会给自己个台阶下呢 太军 太军 国舅也被马将军绑起来了 啊 马将军竟有如此胆量 他有皇上的秘旨 皇上心中很有数啊 别看他号称天子 归为玉国君主 可是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国舅的人哪 上上下下 四处都有安排 国舅被抓 皇上说不定借此机会 要整顿他的朝纲 那真是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啊 太军 那我现在去接应排风吧 对 你该帮助排风 他现在很难 张天鹏的住处啊 那可不是一日建成的 不是虎穴也是狼窝呀 那我和文广一起去 对 去吧 排风更大的危险 还是在朝廷啊 现在已经把国舅给抓住 情况好了一半 那如果张宰相派出去的人 没有得手 那个无功而返 也没有证据惩治国舅 那么 二位老太太 咱们就准备上朝 我们听老太君调遣 我就不信都到这个时候了 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莫非他们全向着羊排风 李公公 皇后娘娘奴才在 走跟我到后面看看去 我都要看看 到底是人捣鬼还是鸡捣鬼 遵旨 鸡什么鸡啊 该叫的时候就叫 不该叫的时候就不叫 谁养的鸡啊 朕养的鸡 皇上 这金鸡蓬舍十分不洁 皇后娘娘到那儿去多有不便 还是让微臣待老吧 这主意好 朕同意 那娘娘同意不同意啊 娘娘 您说呢 那就给羊排风下旨去吧 遵旨 遵旨 去呀 看皇上这圣旨怎么下呀 这还用得着问吗 时辰到了 让羊排风抱孩子 或者提着脑袋来见 皇上不是早就这么说了吗 公公 这种事情还用得着皇后娘娘亲自交代吗 可这鸡 才刚刚叫头鞭呢 你到了羊排风那儿 也该叫二鞭了 走就应该叫二鞭了 也不知道 你们怎么把鸡给收坏呢 那奴才这就去 去吧 顺便再看看国舅和马将军 也把朕的旨意传下去 免得你跑两趟 遵旨 公公您可出来了 你不是宰相府上的人吗 对对对 我有急事要向宰相大人禀告 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的日子 大宋朝是一片欢天喜地嘛 有什么事情要心急火燎的向宰相大人禀告 公公说得对 说得对 可宰相大人说过 只要东西一到手 就得马上向他禀告 那这么说 东西已经到手了 对 已经到手了 好 那就等着 是什么东西到手了 这宰相大人他知道 你一说他就知道 万一他不知道呢 他知道 他一定知道 当然 当然 他当然知道了 谢谢公公 你怎么又回来了 奴才来向宰相大人禀告 他的家人在宫门外耗着 说是该到手的东西已经到手了 皇上 臣去看看 下笔营旗就来花样 你记着 你欠着朕两局 臣一辈子都欠着皇上的 皇上 臣也去看看 去吧 都去吧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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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到手了 我看看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大人 这家伙的野心也太大了 这下杨元帅有救了吗 是啊 这回杨元帅有救了 还很难说 难道还会有意外 世事难料啊 其他人还好吗 赵二伯抓住了 什么 大人请放心 打死他也不会说是您派去的 觉得一口咬定是杨排风派去的 大人 您做事可真是滴水不浪啊 在相大人的本事向来都是面面俱到的 别误会 别误会 这只是策略 策略了 刘大人 我们讲点策略还是对的吧 大人 策略是要讲的 不过你的策略 讲得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一点吧 过分一点总比不讲好吧 公公 皇上关于国舅的圣旨是怎么下的 皇上为这事已经下了四道圣旨 按皇上的旨意 这样的情况 该下第四道圣旨给国舅和马将军 公公 这第四道圣旨是 你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公公说得对 公公说得对 我先走了 二位大人向皇上赴旨去吧 公公 慢走啊 公公应该快走才是 二位大人放心 快走慢走都来得及 刘大人 你打听秘址的事 最好是不要让皇上知道 大人 这事你愿意说就说 不愿意说就不说 反正我也是在茅坑里泡过三天的人了 还怕有人放个屁 什么话 读书人可以讲这种不干净的话吗 孔盛人对此并无论述 马将军接旨 末将接旨 你自己拿去看吧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 公公 怎么 这圣旨有假 我只是随便问问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想问问 别问了 我什么也不会回答你啊 遵旨 国舅爷 遵皇上旨意将您就地正法 您 还有什么说的耶 不 不会的 皇上在没有查清事实 没有亲自审讯我之前 是不会有这个旨意的 这圣旨是假的 还不能杀我 国舅爷 这圣旨上解得明明白白的 那个真国舅 现在就在皇上的身边 你这个国舅是假的 冒充皇亲国戚 礼当问斩 那个满脸大胡子的是什么人啊 姑姑 据国舅爷介绍 那位是他府上的幕僚 信金 去搜一搜 看看他身上 有没有证明身份的东西 来人 给我搜一搜 是 将军 你看 是 公公 这个国舅府的幕僚 是辽邦的奸细 好啊 本来是打狐狸 没想到还多打了只兔子 来啊 把这个贾国舅 和那个辽邦的奸细 一起杀了吧 马将军 我是真国舅啊 我是真的 我是真国舅 你们别杀我 你叫什么叫 我打了帮主的大事 还误了我的精命 你们不能杀我 你喊什么喊 你以为你是真的就不杀你了 就因为是真的才杀你呢 马将军 动手吧 皇上 陈派的人到国舅府 把皇上特别想要的东西都找到了 想必皇上已经知道了 一见到这些东西就昭然若极了 皇上 真是令人吃惊啊 这有什么好吃惊的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证据也拿来了 李公公知道这事吗 知道 刚刚我们已经验证过了 公公说 就按皇上的第四道圣旨 赐予国舅爷 李公公还是会办事的 到国舅府拿到什么了 就是国舅早就准备好的那些东西啊 想让朕看了吓一跳 等到后宫再给你看吧 也算你哥哥的一片孝心 一片忠心 公公 这里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那圣旨冲谁下呀 我正想问你呢 公公 你不是火帅府的厨娘吗 你得叫二婶 什么厨娘厨娘的 多美丽嘛 对对对对 是得叫二婶 请问二婶 杨排风杨元帅在哪啊 皇上有圣旨 我得叫他接旨啊 不就是催命符嘛 你早就该来的了 是啊 我早就该来了 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宫里的鸡 他该叫的时候就是不叫 怎么回事 那是老天爷知道那杨元帅命不该绝 杨元帅什么人啊 天上的星宿 随随便便能够杀得了吗 一定是那些金鸡啊 听了玉皇大帝的旨意 推迟了打明的时辰呢 有道理 不过我还得请教二婶 杨元帅到底在哪儿 能不能快点告诉我 唉 排风啊 知道公公又来下旨催命 也怕公公啊找不着他着急 早就让我在这里等候 我都等急了 好 果然是金国英雄啊 哼 公公 请跟我走吧 请带路 看你们怎么走得出这个明白山庄 上 快走吧 走 小心 走 小心 走 走 走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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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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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老太君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整整齐齐的上朝来了 各位大人好 三位老夫人好 各位大人今天要有什么事你们可得多关照点 那是 我们师父师父登三宝殿 今天我们三个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可不能袖手旁观 三位奶奶 瞧您说的 三位老夫人出面那抵得上满朝为武啊 是啊是啊 要想和敌人交战 只要老太君这拐杖这么一转 我们就为命是仇了 是啊 可是如果三位夫人要是和皇上过不去 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是 哎呀公主啊 好好好 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啊 这些人不都是我们山庄里的吗 是啊是啊 台风啊怕打起来伤及无辜 所以一早就安排他们过来了 张天鹏是斗不过杨台风的 你怎么现在才明白啊 在他逼着你用自己的孩子换太子的时候 你就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说得太对了 我是应该早明白 哎小少 嗯 姑姑请 好好好 小少姑娘 请问杨台风杨元帅现在何处啊 杨元帅 哎呀公公你不就是来下个圣旨吗 杨元帅等下就到 等着吧 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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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有旨 因火帅杨排风奉旨伴伴差 上位回朝复旨 皇上有旨 因火帅杨排风奉旨伴差 文武百官推后一个时辰上朝 亲子 天意 真是天意 这 他们 我以为 我会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 没想到 他们却死在我前面 怎么说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谁说没有退路 我告诉你 我就是死也会死在皇宫大殿 死在龙椅之上 走 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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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蓝 葛草 桃子李子 你们赶紧回胡ammen和山庄 我这可都是为了孩子啊 你这么做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听都已经这般时候了 姬也不知道叫了几遍了 皇上肯定急死了 你们赶快进宫吧 我提着脑袋 马上就到 是 娇猛二府家将 把山顿银两包回国库 万一有什么闪失 那我可说不清楚了 是 我们走吧 上那边 张爱卿 杨元帅该到了吧 是该提着脑袋到了 刘爱卿 国舅也该到了吧 该回来了 不是说姬家二变就回来了吗 国舅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不就是搬一些银两吗 怎么能不回来赴旨呢 这个不是为臣知道了 娘娘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皇上 国舅也并没有说他什么时辰回了父旨 就不要让他提着脑袋来见价了吧 朕没说过让国舅提着脑袋来见吧 朕说过吗 没有没有 皇上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 都是皇亲国戚总应该关照一点嘛 那好 那就上朝吧 那好 那就上朝吧 什么人 什么人 也不知道这皇上是怎么安排的 现在要不要让两位孩子和皇上见面 那 那怎么办 那我们走后门啊 我们是没有关系 可太子不行 太子是不能从后门出入的 他一定要走正门 这是规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那么多规矩 免了吧 不行 规矩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破坏的 小凳子 你过来 你别让文武百官看见 赶快去把奢老太君叫来 是 请老太君跟我来 你们是谁啊 老太君不要生长 去看看去看看 老太君 您来了 小声点 小声点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太君 太子和姨子并肩王 全找回来了 那太好了 文武百官都在那等着上朝呢 排风呢 他正在追赶张天鹏和庞飞 哦 这我就放心了 奶奶 孩子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我好好的 焦将军也好好的 那就好 你是葛兰姑娘吧 老太君 您好 好好好 葛姑娘 我老太婆谢你了 老太君 葛兰多有冒犯 请恕不敬之罪 葛姑娘 你就是葛姑娘 老奶奶您好 把老字去掉 叫奶奶 那您是 我是谁 我是小宝的奶奶 你说是不是应该叫我奶奶 叫奶奶 快叫奶奶 快叫奶奶 奶奶 我的好孩子 老太君 现在文武百官都在那边候着 不能让他们看见两个孩子这副模样 我就把他们交给您了 您好好护着他们 我这就进宫向皇上禀报 这样吧 葛兰 你们留下来好好聊聊 小韶和桃子送太子进宫 是 不等了 文武百官上朝吧 遵旨 上朝 这朝码是得上 不过是你上还是我上 现在还说不定 你想干什么 来人大概是糊涂山庄的庄主张天鹏吧 正是 张某人今天来取你的性命 朕的爱妃居然和张天鹏一起策划谋反 朕平时对你们不薄啊 过不去的地方 夺着呢 那你说说 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 你做得我就做不得 你说 是不是过不去啊 就这点区区小事 你就想要朕的宝座 朕可以毫不犹豫地让给你啊 可是光朕答应不行 你得问问满朝的文武 天下百姓干不干哪 满朝文武也好 天下百姓也好 杀了你谁敢不臣服 你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这点道理都不懂 站住 皇上有旨 任何人不得入内 我是杨白风 谁也不能进去 老太军哪 是杨白风他们来了 是杨白风 我们过去看看 等等 我跟你说了 我是杨白风 没有皇上的旨意 任何人不能带武器进宫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杨白风的厉害 反正今天 我已经是个掉脑袋的人了 小宝二牛 在 好好伺候这位侦爷 是 大牛 让我来 让开 不行 袁帅 打完了 走 你看看你看看 台风真是好样的 那当然 真有袁帅的气盘 就是啊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来人 快来人 快来护驾 纪连军 快来护驾 快来护驾 你 你们 快来护驾 快来护驾 皇上 皇上 杨凡风护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反正你浑身都是罪了 来迟来早也无所谓 既然来了嘛 就免你一条罪 免一条算一条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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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保护皇上 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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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快 上 班上春 班上春 皇上 娘娘 两个孩子已经被杨元帅救出来了 现在正在大门外 有老太君护着他们 等候皇上召见 真的 快抱上来呀 皇上 文武百官都在前面等着上朝呢 要是把孩子抱进来 那就从后门进来 从后门进来 皇上 太子从后门进宫实在是不合规矩 那怎么进来 你说怎么进来 我实在不知道 特来请旨 那走前面要文武百官 走后门又不合规矩 那你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 不不不 公公 皇上说了从后门进就从后门进 难道皇上还不懂规矩 就是嘛 皇上的话就是最大的规矩 赶紧去 这 这孔子约 你就别孔子约了 那 那奴才就去了 皇上 那臣妻去看看我们的皇儿 当心 赶快把你们家人找的东西给正开开眼 臣遵旨 我先去禀告娘娘 小勺姐姐 我看这后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还不如我们造完庙来得有生气 你不知道有好多女人都想到这来呢 真的 那你想不想来啊 我 打死我我也不肯来 我们快走吧 公公还在前面等着呢 嗯 启禀皇后娘娘 小勺和桃子带孩子来了 快请 皇后娘娘有旨 宣小勺和桃子两位姑娘进见 见过皇后娘娘 见过皇后娘娘 快来快来 让我看看 怎么了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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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吗了 是真的 这真是我的儿子 儿子 我的儿子 别哭别哭 让你受苦了 小勺姐姐 这太子将来不就是当皇上吗 这太子怎么还命苦啊 说给谁听 谁会相信啊 你就这么听着呗 我的孩子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主龙安 众爱卿 近日延迟上朝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杨排风杨元帅 半事不力 拖累了大家 朕本想把他就地斩首以敬效忧 但杨元帅 又为朝廷找回了失去的银两 立了大功 将功折罪 但朕还要贬他为庶民 将他的元帅一职 至于第二个延迟上朝的原因嘛 朕等下回再说 等等 皇上自有皇上的说法 别着急 朕以为为朝廷找回遗失的东西 也是臣子的责任嘛 这回能够找回背道的银两 国舅也是功不可没的 但他在和辽邦奸细的搏斗当中 为国捐躯了 朕追封国舅为护国大将军 国礼后葬 皇上 这样封赏未免不公吧 我 孟老夫人 这是国事也是朕的家事 做皇上不容易啊 做个当家的也不容易 这个道理孟老夫人你是明白的 朕也想告诉众爱卿一个不幸的消息 今天早晨朕的庞妃突发封病 朕已经让御仪抓紧治疗了 看来康复的可能性不大 朕想在她归天之前封她为安国贵妃 中为爱卿有什么意义吗 皇上 皇上又不是不知道 庞妃娘娘她 朕当然知道了 庞妃敦厚贤淑 也为朕生下了疑字并兼王 是有功于朝廷的 三位老夫人今天都上朝了 朕非常高兴的 你们都是国家重臣 想说什么呢朕也都知道 但是朕身为皇上 办事说话呢 都有皇上的处境 你们就不必多言了吧 皇上没说错 不当价不知柴米油盐贵 至于潘少春 葛兰 还有那个叫桃子的姑娘呢 他们的情况朕也都知道了 他们为大宋朝 扫荡了山庄的匪谋 而且潘少春在战斗中还负了伤 也算是为大宋朝立了功了 朕当然要赏赐的 至于赏赐什么呢 以后再说 杨本女将平时朕赏赐的够多了 这次就免了 朕还有一时要告诉钟爱卿的 是上次太子百日宴没办成 引起各位的猜疑 现在既然太子和姨字并兼王都找着了 朕一定安排时间让大家见见他们 皇上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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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君杨派风 请你们领庞妃的儿子 宜字并兼王回天坡府吧 追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夫出来了 大夫 大夫 怎么样啊大夫 怎么样啊 大夫 他会不会死啊 去 别乱说话 不会的 那排风姐姐不是要守寡了吗 袁袁帅 这是早晚时辰 桃子小勺 我们三位进去看看吧 你们在外面等着 走吧 你不要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直到你好为止 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不准你死 潘少川 我不准你死 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不准你死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一定要好起来 白凤 不要这样子 你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再想想办法 他一定会有救的 你们不要管我 统统出去 出去 我听我奶奶说啊 这麒麟山有一种草药 叫汉白玉石龙眼花 这个听说治疗内伤很有效 我看我现在就去找找看 我家有一种药叫红花鹤顶草 可以让他拿过来 没准可以用呢 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不管怎么说 我都相信你一定会嫁给我的 你那么有自信啊 那当然了 因为我是大宋名将 孟良的孙子孟小宝 为了我 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来坚强地活下去 我来坚强地活下去 我看你这足够的 我看你这足够独争的 你帮我逛下 我看你这个数套 你不知道要是大吉他 宗安 干你小事 我看你这足够独争的 你朋友说不然 我看你畅竖的 我看你这足够犯 我看你脚抚抚的 我看你这足够的 你无法力的 一眼尘散心 遼阔藏鱼 只让你我拥有 不过笑过 恨过爱过 心要自由自在的飞 不过笑过 恨过爱过 女儿心事 又甜又烈到梦酒